道歉也是希望 我們要積極有所作為 要反省檢討 因為像普悠瑪發生這麼嚴重的意外 造成那麼多人的傷亡 我作為行政院院長 應該要代表政府 向國人道歉 道歉也是希望 我們要積極有所作為 要反省檢討 而且能夠改進 然後推動進步的動力 我們希望 能夠未來整個臺平能夠更加安全 然後體質能夠更好 然後更能夠得到國人更大的支持 這個是目的 謝謝大家